第四章 炼器出城 寻仙 他父亲在一本小册子里 记载了他家族的历史 和修仙界的一些常识 修仙界最为高高在上的 自然是那些传承久远 历史悠久的修仙门派 他们基本占据了天地间的灵脉 和天才地宝 并网罗了一批资质上家的门人弟子 在这些门派之外 就是散修和修仙家族了 散修的资质通常并不出色 但凭着后天的努力 也有一小部分能够有所成就 而修仙家族都是靠着血脉延续的 一个修仙家族强大于否 全看家族内修仙者的法力高低 强大的修仙家族 甚至可以与一些中等门派相提并论 但这种纯靠血脉为系的家族 却不能保证长久的传承 一旦族中的高手作画了 那么很快就会衰落下去 现在的修仙家族 如果能有几位筑基期的修士坐镇 那么就算很了不起了 只有那些依附着大门派求生的庞大家族 族内才会有结单期的高手 顾炎的父亲名叫顾建琛 他的家族在越国境内十分有名 就是因为本族的族长 顾建琛的祖父 是一位筑基中期的修士 凡人中能具有灵根 有资格修仙的 简直万中无一 而这些拥有灵根的 多半都困在炼气期不能寸进 大概只有千分之一的几率 才能够助击 一旦助击 就是真正迈进了修仙的门槛 顾建琛当年是四灵根修士 在家族内算是资质不错的人 只用了二十年 就修到了炼气五层 只是他年少气盛 在东海寻找一株灵草的时候 和另一个家族的人起了冲突 把对方打成重伤 没想到 那人居然是越国境内 一个门派的弟子 虽然那个门派的实力 在修仙界十分弱小 只有六七名助击妻的修士坐镇 那也不是他们的家族 所能撼动的 对方请来了一位 炼气七层的师兄 一出手就将他打成重伤坠海 经脉全废 如果不是当时 站在东海的闫若然相救 他就死在这里了 顾建琛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的经脉全都毁了 就算重新修炼 也不能再回到往日的修为了 心灰意冷之下 也不想回去 索性就在此地隐居下来 颜若然虽然只是凡人 但性格温柔 相貌又好 两人日久生情 就结为夫妇 没过两年就有了顾炎 只是颜若然在生顾炎的时候 与人动手 结果动了胎气 寒气入体 欲结于肺腑之间 内伤一直不能痊愈 顾建琛就用族中的药方 为他治病 只是那药方用的多是灵草 俗世中不好寻觅 他频繁地出海 也是因为东海是修仙的圣地 多产奇花异草的缘故 顾炎很仔细地 把这本小册子看完 毕竟这字里行间 能感受到父亲的过去 在最下面 是一本薄薄的书 大概只有十几页的样子 上面写的是 动明真诀 翻开一看 上面密密麻麻 写的是迎头小凯 每页还有一个图形 想必这就是父亲家传的 修仙功法了 他忽然对修仙者 起了向往之情 那个信任的坏人 不过是一个 最低浅的入门级人物 就能逼得 他们母女走投无路 自己要是能够修炼 不就能够保护母亲了吗 顾炎幼小的心灵中 慢慢树立起坚定的信念 那两块石头和两张黄纸 他不认识 就不去动 把匣子贴身收好了 这些天 他就躲在树木里 饮露水 采野果为生 一直过了一个月 他身体本来健康 父母又有意识 在他年幼时 教他一些氧气的功夫 身体十分康健 这一个月 虽然经历了不少艰苦 但还是熬下来了 在这段日子 他每天都会按照书上的方法打坐休息 虽然并没有书中所说的炼气入体的气感 但身体变得越来越轻健 却是能感觉到的 顾炎小心地避开了路上的荆棘 他不敢再扯破自己的衣衫 因为已经没得可换了 紧紧夹着那个匣子 走到树林的边缘 向外面望去 远远的天高云淡 隐隐有海涛拍暗的声音 天空中几只海鸟飞过 在蓝天中划过一道长长的痕迹 四周是那样的安静 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个八岁的小女孩 就紧紧地抱着那个匣子 伸一脚浅一脚地 向原来的村子走去 他每一步都走得十分谨慎 生怕又会有敌人出现 但一直走了好几里 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 地上倒是能看见一些 丢弃的残破兵器 但并没有尸体 想必是有人将战场都收拾了 他人小走得慢 足足过了半天 下午的时候 才回到那个他出生的小村落 村子里依然是那样残破的景象 到处都是被火烧过的痕迹 那些草屋被烧的 只剩下一地的黑灰了 只是尸体似乎被人收敛了 大概是因为会产生瘟疫 顾炎找到原来家所在的方向 对着空荡荡的地面 跪下磕了三个头 然后他找出一块焦黑的树皮 用自己在半路石来的一柄断了的匕首 在上面歪歪扭扭地刻着字 上面是一些只有他和家人才明白的暗语 万一父亲或者母亲有一天回到这里 就能够知道 他还活着 做好了这一切 他便蹒跚地向远处行去 这个村子死气太重 他要另找一个安身之所 在离这里大概有树里的地方 他重新安了一个家 没有人帮助 全靠他自己动手 他用海边能找到的树木和竹子 搭建了一个草房 白天他到海边去拾荒 捡那些退潮之后剩下的海味 一部分留下冲击 一部分到远处的城镇 换成岩巴和粗布 为了避免有心人的寄予 他总是把自己的脸涂黑 装成一个腿有残疾的小女孩 说是因为受了战乱 家里的大人卧病在床 只能一个人来谋生 弄些吃食回去养家糊口 那些人可怜他的遭遇 大多都会去帮他 偶尔有些不怀好意的人 也被他想法子避过去 虽然吃了很多苦头 毕竟还是坚持了下来 到了晚上 月上中天之时 他就按照书上留下的方法 盘膝而坐 掌心相对 一手向天 一手向地 感悟天地间元气的流动 就这样 足足过了两年 虽然他的身体 愈加的轻健 但体内的经脉 仍然没有感觉 顾元不禁有些颓丧 按照书上的说法 凡是天资高者 按照功法修炼 一个月内就应当有小成 两年的时间 足够一般人突破到练起二层了 难道自己真的是一个没有灵根的废柴吗 其实他并不清楚 有着师承 或者家族的修仙者 在入门之初 都是在天生的灵脉之处修炼 或者有师长赠送的灵丹 用以补义元气 像他这样 丝毫不懂 资质又不算高 只靠着一本入门的法诀 两年内毫无寸进 实在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又过了两年 他已经十二岁了 他的容颜渐渐展开 身形也高了起来 由于他每夜都在修炼 身体比起同龄的孩子更加健壮 现在像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 在这三年 他每天清晨都会到海边去张望 每隔半个月 还会回原来的旧址去查看 但始终没有他父母的消息 这天晚上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轮明月悬在正中 正是此时 阴气已尽 阳气出声的时候 他缓缓地坐着吐纳 慢慢地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 思维似乎完全停止 只有一线清明 但对外物的感觉 却越加地敏锐起来 就连远处掠过的飞鸟 他也能感觉到运动的轨迹 这些天 他觉得自己在打坐时 越加地沉静 似乎是要有突破的迹象了 按照书中的吐纳方式 他静静地吸进外气 然后再将体内的浊气吐出 如此不断地循环了约数百个周天之后 他忽然觉得身体慢慢地轻了起来 就像是一丝羽毛一样 漂浮在天地之间 他的顶口像是开了个口子 一丝灵气 缓缓地从外界涌了进来 在他的经脉里扎下根来 荡滴着他的经脉 在丹田处自成一个小小的循环 顾炎知道 他已经达到书中所在的 炼气入体的最初级阶段了 他按捺住狂喜的心情 感受着外界的灵气 在体内运行的过程 他似乎已经用不着呼吸 而是在体内自成一个小循环 他有些贪婪地 吞吐着外界的灵气 直到四个时辰过去 天色渐渐发白 他才从打坐中醒来 微微活动了一下全身 觉得四肢百脉都无比地充盈 像是脱胎换骨了一样 他一起身 就觉得身体上黏黏的 一看就发现身体上 浸杂着许多的汗气和污垢 这都是炼气入体之后 应有的现象 顾炎不禁跳跃起来 虽然他这三年 自己一个人独立而坚强的生活 但不管怎样 他仍然是一个小孩子 从今天开始 他就可以算是一个修仙者了 虽然他的功力十分浅薄 只有练起一层 几乎比不过修仙界的任何人 但毕竟 这是靠他一步一个脚印 坚实地修炼出来的 他取出自己储存的淡水 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 然后换上一件新的衣服 觉得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 站到屋外 遥望着海边 四年了 没有父母的一点消息 他想起母亲当年所说的话 如果找不到父亲 就让他到云阳城 去寻找父亲一族的亲人 他心中默默地念叨 该是时候了 过了三个月 一个身材瘦弱 面容清秀的少年 携背着一个包裹 腰间跨着短剑 在那个荒村的废墟之外 重重地磕了三个头 然后踏上了远去的旅程 第五章 远行 顾炎一个人走在路上 包袱里是他多年 积攒下来的一贯钱 这些年来 他见惯了旁人的冷眼 见惯了事态炎良 所以越来越长大的他 不敢轻易露出女子装扮 只肯做男装打扮 虽然他已经不惧怕 那些江湖上的毛贼 但本着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思想 他还是要小心 谨慎些为好 腰间的短剑 是他当年捡到的 残破兵器打磨出来的 他曾经用这柄剑 杀过一个 寄予他美貌的灯徒子 那个人悄悄地跟随着他 欲行非礼 被他发现之后 一番搏斗 便拔剑将他杀死 那是他平生头一次杀人 或许是小时候 见血多了的缘故 他居然十分冷静 手都没有发抖 在出行之前 他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练习了一种 叫控火术的法术 这是记载在那本册子后面 最为粗浅的集中法术之一 是炼气期的入门弟子 熟悉灵气运行的一种手段 虽然这只是最粗浅的手段 但对付一般的江湖人士 也已经足够了 他至今仍然记得 母亲在那个只有炼气 一二层的人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 这就是修仙者与凡人的差距 如同天剑 虽短 却无法逾越 云阳城是越国北方的 一座中等城市 位于天目山脉的西侧 天目山号称是海内 三十六栋天之一 那里必然会有很多修仙者出没 在迈出修仙界的门槛之后 他不禁有些兴奋 想看看书里记载的 那些真正拥有大神通的筑基 甚至结单气的修士 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他所处之地 在越国的东南 要去北方的云阳城 至少要走七八里 他仅有的钱 又舍不得用来雇车 就只能依靠步行了 他虽然是个修仙者 但一直没有法宝傍身 第二层次又不高 每天只能走几十里 如今世道不静 到处都是战乱 流民四起 有人见他一个少年孤身上路 就想半路打劫他 都是些捡静的毛贼 在他小小施展了一个空火树之后 就吓得屁滚尿流地跑了 有的还奉上了自己全部的打劫所得 算是赔罪 几次三番之后 顾炎居然积攒了小小的一份家地 大概有几十罐钱之多 有了这笔钱 顾炎就想找一个城市 然后寻找一个可靠的商队 跟随他们一路同行 这样子也能够安全一些 虽然如今天下风烟四起 但商业并没有因此而凋敝 反而变得越加的繁荣起来 他这一路行来 见得最多的 就是有着武士护送 有时甚至还有军队看顾的商队 到处行走 而这些商队有时也愿意吸纳一些有武力的单身旅者加入 这天中午 他到了一个叫做东来的地方 这是方圆数百里的交通要塞 四通发达 来往的商旅最多 他到了城中 寻了个地方吃饭 然后就去城东的集市 一般这样的大城 在外城都有相当规模的集市 都是形形色色人等出没的地方 打探消息 这里是最好的处所了 顾炎如今是少年的装扮 他身量本就比同龄人要高 就如同十三四岁的少年一样 再加上腰间带着短剑 都以为他是孤身出来闯江湖的剑客 乱世之中 没有比武力更受人尊敬的了 所以在这样的大城之中 反而没有什么人惹他 到了集市里 他随意打听了一番 发现商队虽然不少 但都是往南走的 没有从这里往北去的 他略敢诧异 向当地的前客打探详情 那前客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 很是精明 听他细问 就笑着说 听说越国和宋国又在打仗了 两边的大将都是厉害的 打起来不得消停 只是苦了我们这些人了 兵荒马乱的 谁又敢往北去呢 就连本来去北方的商队 现在都急忙往南赶呢 顾元皱起眉来 他对付几个毛贼 虽然没有问题 但是遇到训练有素的士兵 可没有把握一定能够对付 还是找一个有实力的大商队随行的好 便问道 就没有往北边去的吗 说着 从怀里掏出一罐钱放在桌子上 要是能找到 这赏钱都是你的 那尖客两眼有些放光 他迟疑了一下 说道 昨日城中来了一个夫人 听说她要往北方的云阳城去呢 只是要走的路径很险 行程也快 在城中找了很多武师 都不愿意护送他们 公子不妨前去看看 顾元微微一笑 问明了方向 自己寻去 果然 在东南角的一块空地上 有一个青年坐在那里 顾元便上前问道 请问 你们是往云阳城去的吗 青年看他是一个配件的少年 眼中亮了一亮 说道 我家夫人 有事要去云阳 但北方正在战乱 原来顾好的武士都不愿前往 正在这里招募 这位壮士可有益吗 顾元看看自己瘦弱的小身板 这个壮士的称呼 还真是怪怪的 他不自禁地摸了摸鼻子 说道 嗯 我也想去云阳访友的 不如结伴同行吧 青年喜道 如此最好 如果平安到达 我家夫人愿意十颗金珠做仇 顾元挑了挑眉毛 有些惊讶 他这几年多历世事 知道在这样的乱世 金子十分值钱 一百贯钱 也未必换得到一两金子 十颗金珠 至少也有七八两了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动心 一个人在这乱世生活了数年 他已经学的 对任何人都先存三分防范之心 向那青年问道 不知尊夫人是哪里人 为何要向云阳城去呢 青年有些迟疑 说道 我家夫人是越国的大族 往云阳城去 是访一位旧友的 哼 顾元一声冷笑 转身便走 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月 世家大族的女子初心访友 这种话 拿来骗鬼吗 这时 旁边一个很温和的声音说道 少年慢走 顾元回头看去 见不远处 住着一顶软轿 四周旋着围杖 里面有一个人影 看不清楚 想必就是在此处招募人手的那位夫人了 只是顾元的目光 却并没有看向他 而是看着站在轿旁的一名老者 和一个青年 那老者做倒装打扮 约有四五十岁的模样 头发有几缕 已显得发白 那青年大概只有二十来岁 身形很高 比他要高出一个半头左右 站在轿子的前面 老者却站在他的身后 有些甘居其下的味道 顾元在那本父亲留给他的册子中 曾经看到过 修仙界向来以修为论高下 从不分年龄辈分 倒也不觉得奇怪 只是这青年和道士的身上 都浮现着明显修仙者的气息 按照修仙界的法则 同一届的人 能够互相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却不能察觉对方的修为层级 所以这两人 必然与他同是练起漆的人 只是他凭着直觉 阴隐觉得 道士的修为要高过自己 那青年想必更加强大了 原来这位夫人身边有修仙者护卫 他顿时起了几分警惕 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那两人 那青年同样看着他 两人的目光在半空中略以交际 便又分开 顾炎隐隐感觉到 这青年要比他强大得多 他向轿子内拱了拱手 原来夫人有高手护卫 在下莽撞了 说完就要告辞 那夫人柔声说道 如今北地并不太平 少年要去云阳 何不与我等同行 到达之后 妾身还有礼物相责 顾炎并没有停步 那轿子里又吐出一个轻柔的声音 一块灵石 如何 顾炎猛地停住 眼睛露出十分复杂的光芒 灵石可以说是修仙界最为通行的物品 因为天地间的灵气杂乱而无序 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吸取灵石中蕴含的灵气来修炼 在这块土地上的灵石矿脉 都是经过无数岁月的变迁之后 慢慢生长出来的 基本都保持在修仙门派和一些大家族的手里 普通的散修 想得到灵石是很难的 这位夫人必定有着很深的背景 否则怎么会对她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一出手就是一块灵石 顾炎看了那青年一眼 淡淡地说道 如果夫人不说出详情 恐怕这一块灵石 在下不一定有福气得到 那位夫人道 此地人多口杂 说话多有不便 不如回妾身下榻之处详谈如何 顾炎道并不害怕 同级的修仙者之间 若非有深仇大恨 或是利益相争 彼此很少动手 毕竟一旦动手 多半是两败俱伤 自己也没有什么东西 让对方好惦记的 所以便大大方方地跟着去了 那位夫人的下榻之处 倒并不偏僻 是在一间很大的客栈里的小院 大概是全被她包了下来 里面倒很是清静 小轿一直抬到院中才落下 有一位侍女 为她掀开了窖帘 顾炎留神看了一下 这位侍女只是凡人 心中一笑 若是这位夫人连使唤的侍女 都是修仙者的话 那未免有些害人听闻了 这位夫人款款下了叫 脸上仍然罩着面纱 身上穿着端丽的华服 举止体态端庄而又典雅 她向着顾炎微微一笑 请她进去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